東海愛兒之間是一間殘疾人士的院舍 主要的院友都是一些精神病的康復者 和一些智障人士 合起來差不多八十多人 最小可能是十歲八歲 最大年紀七十多歲 《Gift a Child》中文譯出來就是天才兒童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上帝的禮物 既然是上帝的禮物 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盡我們能力 希望能夠給予一個家的感覺 三親一叔提供一些娛樂節目 生日會、喝茶或者逛逛街 當他們很開心走過來抱著你 有時叫你爸爸 這個是工作的民族 我們自己都是作為這些特殊兒童的家長 如果不是一個這樣的小孩 我們都不會重新去反思我們的生命 神做每個人一定會擠到一些恩賜 不過我們太過功利去看 哪些賺到錢的就叫做聰明 找不到錢的就叫做傻子 這個是我們的忽略 我覺得每個小孩都是Gift a Child 自婚 生了兩個女兒 中國人觀念始終都是這樣的 最好有女兒之後有一個兒子 相隔了差不多十年了 有一個兒子 覺得一切相當之完美 我長大兩個女兒 我都知道成長步驟 開始就手無足道 接著你就會趴在那裡 接著你就會學爬行 但是兒子就完全沒有這些動作 坐又好像不穩陣 給他玩具他又不懂得抓握 醫生評估斷他是大腦麻痺 哇 我整個人 由有希望就跌到到谷底 兒子將來怎麼辦呢 到九歲幾十歲 開始第二樣來了 抽筋 一病發他就整個人發了在地上 有一段時間兒子抽筋抽得很厲害 有一天看到他一眉眼 就會嚇到彈起 然後就抽筋 整個晚上都是這樣 去到最嚴重接近黎明的時間 已經接近有一刻 沒辦法了 叫車馬上送入ICU 急救了很久 下了很多藥 醫生都跟我們說 不行 如果再是這樣 他的生命都很有危險 會窒息 兩夫妻非常之徬徨 那時候我就跟太太吐咬 如果你要帶走盡盡就帶 當然了 如果不是 我當然是希望你給我盡盡盡盡 真的無能為力 生命不是我去掌管 是神去掌管 我就交給你 奇緣肚出來 醫生跟我們說 阿俊俊的抽筋停止了 真是神在聽吐咬 感恩到不得了 神要用我 因為當神肯用你的時間 他一定會祝福我的家庭 有一天 有個家長說 李先生 不如你開一間殘疾人士的宿舍 就有一個本出 很順利 一見第一次 大家又很投緣 一拍即投 我當時就知道 這個院舍立即要我們做 歌程裏面其實是教 他們最後收到訊息 我們是疼他們的 他們感受到我們的愛 或者關心的邪緒 都會改變 有個家長說 李先生 我說幾句話 你不要生氣 幸好你有兒子 是這樣的 否則你不會幫我們 我想一下 也是 走到這裏 都是兩個字感恩 是否會讓我重新反視過整個人色 是否從來沒有 我覺得 我們兩夫妻 只會去想一下 玩一下 旅遊一下 吃好一點 穿好一點 我定這些叫浪費生命 我的生命 就定了Serving God 我的職業就是Serving People 是我的人生的定位 做得到 吃吃 做得到 能不能 是我們的明智 有朋友 可以令我們 做得到 做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